当你一个人长得好看 他说你丑的时候 你一定不会生气 因为你就知道 对方是在嫉妒你 如果你真丑的时候 大家都说你丑 你肯定生气 因为这是事实 你过来呀 我这没有了 你把罗老师那个也拍了 大家好 我是沈腾 你第二位展示已经全到了 很荣幸由我来开启 脱口秀大会总决赛这个胜典 其实一开始我没打算来 因为最近呢 综艺上的太多了 观众很快就忘记 我是个演员了 但我知道总决赛收视率肯定高 所以我上这个综艺 是想借机告诉大家 我还是个演员 今天是总决赛第一轮的主题 是什么呢 是是终点 也是起点 这不禁让我想起 当年在军艺的日子 那是我演艺生涯的起点 也是我颜值的终点 当年我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号 对 军艺校草 现在呢 居然沦落到跟徐征老师壮梁 但很明显 这是徐老师放出来的料 并且还在料上做了手脚 请看大屏幕 徐徐征老师跟我撞脸 我这脸可是入围过亚太区最帅 100张面孔 No.21的 徐征老师你能入围啥 你最多能入围亚太地区最秃的100颗头 你排名37 李旦38 排名底 罗永浩老师在榜外 也坚持不了太久了 其实呢 是终点 也是起点这个主题 罗永浩老师比我更合适 人家事业经历了多少个终点呢 而今天又是他的一个新的起点 作为中国脱口秀的第一人 他将第一次站在脱口秀的台上讲脱口秀 算是他的正式首秀 但谁知道呢 罗永浩加油 脱口秀挺住 好 好 有请罗永浩老师上台 之前呢 我必须要说出 藏在我心里多时的那句话 蓝河免养奶 不是一般的养奶 它是全养乳配方 更多天然营养 更好消化吸收 好养奶 选蓝河 哎呀 困快了 有请罗永浩老师 大家好 我是徐徐 这个大家肯定觉得 我是来宣传新电影的 还真不是 我就是来看这个总决赛的 因为我每次看决赛的时候呢 我就会看到很多选手就很紧张表情 然后我就会很放松 对对对 其实我每期节目都看 特别喜欢你们每一个选手 特别是今天 这卡姆啊 建国啊 忽兰 旁博 你们几位在我心里面的排名不分先后的 因为我只喜欢斯文 斯文真的很了不起 斯文真的很了不起 用脱口秀塑造了一个喜剧人物 他老公 哦 对 栩栩如生 今天的主题 笑是生活的解药 所以观众呢 就会觉得 像我们这样的喜剧演员 就是那个送药的人 或者我们本身就是一味药 我有两个好朋友 一个叫沈腾 一个叫黄博 他们也是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药劲还真的蛮大的 我们三个人去吃火锅 就服务员看到我们 然后我觉得明星还是会被认出来 我说你为什么笑 因为你们可笑啊 狂笑不止以后还问我们 你们自己怎么不笑的 好像喜剧人员都没法正常吃饭了 对吧 买单的时候 服务员手里拿个二维码 对着沈腾 你过来呀 我有一次参加一个综艺 就因为学了沈腾这个 你过来呀 结果被贴到那个网上 说我跟沈腾长得多像多像 现在我都不敢带他一起 出去吃火锅了 我悄悄地增肥20斤 就是为了跟他拉开距离 结果前两天参加一个节目 碰到沈腾 发现他在做同样的事情 轻而一举就追上来了 哎呀真的是 你说喜剧演员怎么能够不得抑郁症 这喜剧演员呢 这个其实心里面都是很敏感的 因为一些小事啊 就会引起很大的困扰 比方说减肥 这件事情就会变成 一个很大的困扰 到什么程度呢 就大到基本上可以忽略脱发这件事情 哎 你看啊 这个演艺圈现在流行一股歪风邪气 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这个 好莱坞的演员叫克里斯蒂安贝尔 哦这个家伙拍戏的时候 真的不要命的啊 一会儿巨瘦 一会儿就暴肥 然后有个印度演员学他 就拍什么摔跤爸爸 什么汗 什么汗 不知道为了减肥流了多少汗 他一会儿暴瘦 然后一会儿又增肌 就把我们演艺圈的风气都带坏了 现在观众都觉得 如果这个演员不能在一个电影里面 同时又胖又瘦 他就像没有演技一样 我一直在潜心研究一种演技 怎么样可以不减肥 还演一个瘦子 哎呀 这个事儿真的太难了 后来我想通了 反正我自己是导演 我就安排自己多演些胖子算了 啊 所以你们知道 我的电影都是自导自演的 这自导自演拍戏的时候 真的是很辛苦 有时候一天拍完真的很累 然后这个胖子就很想去吃一顿火锅 然后作为导演 马上就同意这个请求了 因为导演嘛 就是要对自己的演员好一点 对吧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参观过那种 这个拍摄现场 拍摄现场的时候 导演其实还是蛮威风的 坐在导演椅上面 带一个耳机 拿一个这个对讲机 我的现场就很灵异 因为那个导演的那个座位是没有人的 上面就贴导演两个字 像个牌位一样你知道吗 你们知道我在干嘛吗 我在那边演戏 自己趴在地上演 演完了以后自己喊咔 然后再跑过去以后 看自己演的怎么样 有的时候看到自己演的不好 真的很想拍桌子骂娘 你演的什么玩意儿 今天晚上不许吃火锅了 虽然演的不好 但导的还可以 作为导演再去吃顿火锅 总是没有办法跟自己的欲望和解 所以我的电影主题都是中年危机 这中年危机呢 有一个设定 好像在这个亲子关系里面 必须有一个角色 叫扮演什么呢 扮演缺席的爸爸 以至于我女儿小宝啊 写这个造句 他们学校里造句 要求她用一会儿一会儿造句 她就写 我的爸爸一会儿在泰国 一会儿在香港 回家待了没一会儿 就又去吃火锅了 所以呢 大家说到中年危机 都会袒虎变色 这个好像中年才有危机一样 其实大家不必焦虑 因为人生充满了 充满了危机 每个阶段都有 你看比方说像斯文 这个从小父母离异 原生家庭就有问题 又娶了这样的老公 对吧 现在婆媳闹得不可开交 她能干嘛呢 只能说偷口秀啊 把自己的日记编成段子 上来一说观众全笑了 然后笑是生活的解药 她老公也得跟着一起笑 还要鼓掌 你看 喜剧演员在创作的同时 会潜意识地希望 通过作品来治愈自己的 生活当中的悲剧 写到电影里面 就变成喜剧了 然后给观众看 观众一笑 笑是生活的解药 但是呢 大家千万别抱太大的希望 因为连喜剧演员 都会得抑郁症 你们都好到哪里去吧 一项内容 是我新电影的主题 好吧 春节档全国上映 敬请期待 好了好了 言归正传 今天的毕竟是总决赛 我们要请出 我们的两位领校员 都是我的好朋友 于谦 于大爷 还有吴欣老师 同样好 于大爷好 于谦老师真的是 相声说得好 其实他演戏演得更好 而且他这个人呢 做人非常的智慧 他从来不随便 把他演戏的经验 分享给别人 这样就可以保证 德云社其他的同事 接戏的时候 拍一步砸一步 拍一步砸一步 那吴欣就不一样 吴欣人非常的那个nice 我在看那个节目 他每次这个领校的时候 不管好笑不好笑 他都笑得好真诚哦 主持得好 就演戏不咋地 演戏不咋地的 但是他这个人 为人很厚道 他总是到处分享 他演戏的经验 这样保证快乐家族 接一部戏砸一步 演一步砸一步 演一步砸一步 谢谢 谢谢 拍个玩笑 你们请入座 好 请入座 请入座 下面呢要介绍李淡呢 李淡迄今为止 还没有演过戏 拜托就不要再演了 拜托其他透口秀演员 也不要演戏 要演的话 就来演我的戏 好吧 不要随 大家好 我是同胞男 我最近也在思考一些婚姻方面的问题 我经常感觉 我情感关系上最大的阻碍 就是我现在这两个职业 脱口秀演员和英语老师 作为一个英语老师 现在还在一个培训行业里工作 教的还是这个出国留学考试 就你现在很难找到 比我这个更绝望的职业了 我本来心态真的挺好的 我觉得录节目录的不行 还可以回去教书 谁成想录着录着一扭头 行业没了 录成全职脱口秀演员了 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 我们这个工作属性也很倒霉 就每个周末节假日 我们都要演出 和女朋友基本休息不到一起 我女朋友都很诧异 说莫南 就跟你在一起 我才第一次知道 就一个人竟然可以在没有钱 也没有事业的同时 还没有时间 真是绝了 说你是怎么做到的 竟然能够在所有短板 一应俱全的同时 每一块还都短得这么歇斯底里 我经常感觉 如果说人就像是一个木桶 有长板有短板 那么大家路过我身边 都得惊叹 说这怎么还有一个托盘 我就纳闷 为什么人的优点 往往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但是缺点 竟然可以一点排异反应都没有 很容易就做到五毒俱全 我跟我女朋友一起去玩一个丧尸主题的密室逃脱 就在那么一个沉浸式的世界末日的背景下 我竟然能够做到 在比其他人胆小如鼠一万倍的同时 再比他们粗心大意一万倍 其他男孩都把女朋友挡在身后 端着枪跟丧尸激战正憨 只有我一个人把枪落在了门口大厅的沙发上 母女朋友都看傻了 说怎么夜问啊 丧尸奔涌出来 给我逼到墙角 看到我手里空空如也 他都给整不会了 因为我得把他杀死 这个剧情才能够推进下去 搞得大哥比我还着急呀 我俩面面相聚 他都开始说人话了 你枪呢 可以掏出来了 看看是不是在那兜里呢 我也有点扭念了 我说今天来的是有点匆忙 不过您看这样行吗 我对婚姻的焦虑其实也来于我妈 因为我妈从来不催婚 这反而激发出了一些我对婚姻的欲望 我妈她对生活就非常的消极 你从微信名能感觉到 其他人妈妈微信名 檀香深处 宁静致远 幸福每一天 我妈微信名就三个字 没必要 AKA No need 说莫南 你就没必要结婚 结了婚 还怎么 心无旁骛的 给妈妈养老啊 就住在家里 到时候你爸也退休了 他洗衣服 你做饭 两个巨婴 都在家里 给我玩这个乌鸦反补 好吧 养尊处优这么些年 也该补上劳动这一刻了 It is your turn 我竟然都问出了一个 我觉得但凡有点骨气的年轻人 都不可能问出了一句话 我说妈 那我老了 谁来照顾我呀 我妈哈哈大笑 说妈 那谁还管得了你呀 实在不放心 你走我前面也行 我现在都感觉 我觉得如果说所有的父母 都能够有我妈这种 毫不利人 专门利己的心态 就不催婚 甚至再决绝一点 能够拿出当年阻挠咱们早恋的那个镜头 来阻挠咱们的婚姻 咱们结婚率很有可能就是上升的 因为结婚就成了年轻人心目当中 最叛逆 最摇滚 最先锋的事情 音乐节上 让一群头发五颜六色的年轻人凑在一起 没有人POGO 没有人跳水 听嗨了就在那拜天地 就在那哭呀 可以 还是顶得挺着 顶得挺着 其中一个大哥腰杆挺直 掏出一个结婚证 旁边都吓坏了 说这东西现在可是很难搞到的呀 不愧是玩死亡金属的 这你爸妈不得疯了 大哥摆摆手 这才哪到哪 年底 我把孙子都抱上 记得二伙 童莫南记得这样 大家好 我是童莫南 我经常感觉 其实咱们每一个人 都特别的焦虑 像我作为一个英语老师 在过去连签证 都停办了的一年当中 从事这个出国留学 培训考试教育 真是给我焦虑完了 我们校长都要去 房产中介里做兼职了 我这边还一边 备战咱们的这个录制 还一边备我的语法课呢 我这边还主位一致 平行结构呢 我们校长那边 已经开始三十一厅 南北通透了 我学生也很焦虑 就你感觉 说好的留学 变成了留在家里上学 两年的网课呀 还没有来得及 动身过去呢 学位证 已经要寄过来了 还在那发邮件 咨询呢 说 When are we going to start our class? 对面直接回复 说 You have already graduated 好吧 Congratulations By the way Please stay in your country There is no need to come here 学生的计划被打乱 学生家长更焦虑 我们甚至都要开一个公益的课程 就叫做反焦虑家长营 家长还都很殷实 都是CEO企业高管 所以在我们这个课堂里 你能看到 可能是我们教育界 最温暖人心的一个场景 一个还在为租房 发愁的青年教师 给一群亿万富豪 普及如何克服人生中的焦虑 那课上的呀 我竟然都上出了一种 给泰森示范防身技巧的感觉 我在课上还问呢 为什么要来选择我们的课程啊 家长说 佟老师 您有所不知 走向成功 我们有的是心得 但是要说 面对绝望 苦中作乐 您是我们所有人的老师 说到动情术都山河起来 说大家说是不是 面对焦虑 我确实很有心得 因为我童年 其实学业都非常的坎坷 我小时候最大的焦虑 就是我有特别严重的 注意力缺陷 现在也叫ADHD 我当年上课都很费劲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 就你在课堂上 明明想集中注意力听讲 但是你的思绪 就能飘散到九霄云外 当年老师在台上 讲着狐家虎卫的预言故事 我在底下叫漫天的联想 我想着狐狸带着老虎 大摇大摆走在森林里 其他小洞我都吓坏了 纷纷逃窜 只有那个大象不为所动 狐狸跟老虎解释 说这哥们得多沉啊 想跑他也跑不动啊 老虎心想说 是 这得多沉啊 想跑他也跑不动啊 旁边打猎路过了曹冲 兴致勃勃 说嘿 我倒要撑撑 这个大象有多沉 伐木造船 刚推到海上 准备开始撑 宝剑又掉水里了 在那琢磨说 是这儿掉起的啊 底下又窜出一个精灵 说你掉的是这把木头的 还是金子的呀 等我缓过劲来 台上站的 已经是数学老师了 我们班主任也很焦虑 把我和我妈 都叫到他的办公室 说木楠这个知识 都学砸了 中国语言故事 被他祸祸的也差不多了 一定要去看心理医生 注意力缺陷 这个病因很复杂 你得找 找 找 找到了咱们才能对症下药 你说是不是啊 木楠妈妈 我妈一个机灵说 又抱歉 老师您刚才说了什么 老师在那 说来也巧 找着了 以为多难找呢 我就给你确诊了 好吧 后来当我 注意力缺陷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发现 我已经可以 以毒攻毒 用幻想 来治愈我的焦虑了 生物课上 我看着进化论 我就在那想 如果说我是这个世界上 最早最早 被进化出来的那个人 我一定不会像今天这么焦虑 因为我光想想 我变成了一个人 我就足够开心了 我每天就得美滋滋啊 我一口气 站到了生物链的最顶端 这是什么样的阶层越迁啊 I am a human being 飘了 膨胀了 看见猴儿 心态都不一样了 随手就扔一个香蕉 吃去把 Monkey 森林里办联欢会 我永远是那个 压咒出场的大明星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童某男 表演最高难度的街舞 直 力 行 走 那个时候 我相信 我内心一定只有一个想法 我就要 心满意足地 做个人 谢谢大家 我是童某男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竹根 我知道 其实没什么人认识我 认识我的 也是叫我竹一旦 有钱人的生活 往往就是这么 朴实无华 且枯燥 表不走了 表不走了 人走了 十月份呢 我的导演 编剧 配音 都离职了 不知道的人 可能会说 这么多人走了 肯定是你的问题 其实呢 这些职位 就是一个人 那么他们又可能说 让一个人干这么多活 果然是你的问题 那么我就想说说我的问题 你们是谁 跟你们有关系吗 你们是不是也想来应聘 这几百万年薪的职位 有没有 我是没想过 普通的离职 竟然能上热搜 上次呢 看到有人 离职上热搜 还是笑过文化 离职这事啊 对我影响还挺大的 比如说呢 接到了今天这个活 没这事 他们都不会找我 当时李淡 马上就找到了我 说有这么一个晚会 对我看了看 我的老李氏 笑了笑 说我可以赞助 他说不是找你赞助 赞助已经有很多了 我说呢 你们那些赞助 我都有 李淡打断了 他说你都有股份吗 我说我都有消费过 李淡说呢 就是看中了你的幽默 让你来说说脱口秀 来发声 我又笑了笑 发声 我的配音都走了 我现在一发声 他们就会说 没那位 注意但这个账号 要毁于一旦了 看来表演还挺好的 但我呢 还是来了 听说李淡 这编剧多 老板就是像老板 跟谁干不是干 我今天就是来挖人的 去我那儿 连称呼都不用改 也叫我大总 哎 淡总 淡总好 他我一挖 他就过来 我要下去看了 另外一个淡总 那么对我来说呢 追淡 只是公司的一个项目 不像李雪芹 雪芹呢 不像李雪芹 这那大网红啊 我就是个资博网红 平时基本上 都在资博待着 表面上呢 看起来光鲜亮丽的 是吧 其实 我就是很普通的 亮丽光鲜 啥 开玩笑 开玩笑 网红是真的不好当 容易过气 万一不火了呢 再就业 也比其他行业要难 对吧 总不能 我的简历上写 难 四十 当过网红 人家一看 这样能干啥着 我的员工呢 也经常担心我 不火 影响他们的收入 我就安慰他们 放心 面包和牛奶 都会有的 别说牛奶了 就是高端的酸奶 我也能给你整来 安慕西 高端凝落形 少吃酸奶 我不在乎 每杯含五克蛋白 在乎的 只是把杯子 盖子 吸管 组成一支 酒杯的形状 用勺 宽着吃 看一眼 高贵 宽一勺 沉醉 有钱人的酸奶 往往就是这样 高端营养 且有 仪式感 原来 打广告 就是这个味 原来啊 这就是被赞助的感觉 真朴实 我也知道 在这个舞台上呢 我的事 跟大家比 其实根本就不算事 只是一个小小的挫折 2020年 浮浮成成 网红也好 老板也罢 我都砍淡了 好好活着 比什么都重要 其实呢 本来这里还差一个结尾 但是我的编剧不在了 我编不下去了 最后 送2020一句话 再见吧 2020 2021 我要买 很多编剧 祝大家 明年的生活 朴实无华 但不枯燥 谢谢大家 我是猪根 刘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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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你你你 回回回 回舞台中央表演 就行了 来 就谈谈待遇呗呗呗 刚才咱不是说了吗 年薪几百万还是有的 虽然没有 那边的诞总给的多 是吧 我这也不唱 那为啥要去你那儿呢 来啊兄弟 我现在就是来干这个事的 你看上哪个呢 那我其实看上的在那儿 对 我都特意来了 如果他说的不是我 指的不是你 那谁啊 哈哈哈哈 这后面没有变弃了 其实我想说这批全留下 然后再换一批 那个那那那那 蒙恩说说吧 去吗 去 就我在那我表怀了 没问题来 道具就那一块 不要瞎弄了 老演员了主要是 这仪表我的诚意 我送给你了 好 哈哈哈哈哈哈 我感觉是真的 我我表怀 别别别 别冷静 没人告诉我有这环节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有点突然 没事 就让你尴尬一会儿 没什么正事 我不尴尬 我的表都送出去了 你的你尴尬吧 现在是你 我我我们可还没有表呢啊 哈哈哈哈 韩国 你要不要我给你咬个表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真的想要表呢 哎哎哎哎真是的 姐姐 我六岁以后就没有玩过这么幼稚的游戏了 哈哈哈 一会儿我就去磅礴那儿坐一会儿 哈哈哈 那我来这是干嘛的呀 对对对对 特意让我来的 你就必须得选我了你知道吗 要我下不去台了 大家好我是朱一旦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认识我 没关系啊 不认识我也没关系 我是一个网红 老板 有钱人的生活 我往往就是这么朴实无华 且枯燥 哈哈哈哈哈哈 这就是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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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红过气真的很快 哈哈 我上次来效果假脱口秀 半年前 是我邀请来的 这次呢是我自己报名来的 哈哈哈哈 报名还没选上 哈哈 李丹说你假脱口秀 实在太烂了 但你送的表还不错 来吧来吧 我是咋发现自己过气的呢 就是有段时间我发视频 每次第一条热评都是 我以为是我来早了 原来是蛋总凉了 唉 我多希望凉的是另一个蛋总 为了掉粉这事啊 我想了很多招 掉粉这事呢 也给我公司员工 带来的很大困扰 有一次我看到我的助理 在训斥一个女员工 她说 你怎么能在公司 用三粉补妆呢 多不吉利啊 会掉粉啊 我认为啊 人到中年 她就该油一点 中年人生活太枯燥 压力太大了 油是我们生活的润滑剂 我现在连脱发 都是油脂型脱发 就是脱发 它是很暴力的 就像机关枪一样 吐吐吐 吐吐吐 一下子全都没了 不过 大家是不是 没看出来我脱发 没有 其实脱发是假的 其实头发是假的 这个 这个掉头发 就真的跟掉粉一样 就是真的挺凉快 真的挺凉 OK 谢谢大家 我注意点 夺冠热门人选 谁呀 上一场差一点 马尸前提 被观众朋友们给复活了 杨蓬恩 掌声欢迎 帅 帅 我可以看得太大了 大家好 我是蒙恩 我都比到这份上了 你就别跟我说复活 或者夺冠的事行吗 我跟你们说 你们也没有看后面的节目 自从李淡 他第一期说完 他说他觉得我能夺冠 然后他在后面 他有一路说呀 他一路说我就一路输呀 而且什么 而且输到现在我还在比 我甚至都有一种自信了 我这一路能输进总决赛 我这两天写不出来 我真的快疯了 然后女朋友跟我说 她说我有办法 我说什么办法呀 她说你别管了 我说啊 然后第二天 她就买了两张 回北京的火车票 她说那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她领我去我第一次上开放 卖第一次上演的地方 我跟你说 我当时在北京 心情真的很复杂 我感觉我就是可云 我的爱人在帮我找回忆 我跟你说 我怕我在大街上 真的突然就疯了 我的段子呢 我的段子呢 我那些幽默的段子 然后在回家的路上 我就问他 我就说 你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的话 你会说什么 当然我没指望地 说什么好词啊 比如说什么 得过且过 浪费青春 遇人不疏啥的 都在我的意料之内 但他突然说了一个词 直接把我说懵了 他说 忍辱负重 我说这个词有点过了吧 这是什么意思呀 他其实想说的就是说 因为当时我一无所有 然后他选择 从内蒙跟我到北京 很冒险 但是也不知道 什么词该形容 后来也会有一个线下观众说 这叫嫁狗随狗 我们当时在北京 其实真的还挺苦的 那时候我们就住在那个 胡同里面 然后你知道吗 住在胡同里面 我就终于感受到 什么是北京的胡同文化 我理解的北京胡同文化 就每天早上 并排蹲在一起上厕所 而且你知道 早期那个胡同 那个厕所真的特别不讲究 就中间它连隔档都没有 我太不讲究了 我们内蒙都有草党着 而且你还会碰见那种 隔壁住的胡同大妈 如果头天晚上 我和我女朋友聊一些 比较私密的话题的话 第二天早上上班的时候 大妈就会这样看我 这不算什么 等下班之后 一胡同大妈都这样看你 但是人总不能不说话吧 然后晚上只要声音 稍大一点 我就跟我女朋友说 小点声 隔壁能听见 隔壁传来声音 大妈听不见 还有一回啊 我女朋友因为梦见 她梦见我出轨了 然后就跟我生气 然后我就后来就思考 为什么从来都感觉是 女生因为做梦 跟男朋友生气 从来没有听过 哪个男的因为梦 跟女朋友生气的 是因为我们男的 更理智能分得清梦和现实吗 不 我告诉你们为什么 因为我们之所以 不会因为梦生气 是因为我们男生 通常也是梦见自己出轨了 你这玩意儿你怎么生气 你怎么跟人生气 醒醒醒醒 我都出轨了 你还有西子睡觉呢 你果然不爱我 我跟你说 这都是男生心里的秘密 没人会跟你们说这些的 我今天我杨梦我就坐实了 我就是男人的叛徒 还有还有一个事儿 没有一个男的去夜店 是为了蹦逼的 我就不相信 如果没有女生的话 我实在不相信 哪个男的会在半夜三点钟 他突然就是 我想跟着音乐的节奏舞蹈 哪里可以满足我 而且夜店的玩意儿 也太不好玩了 夜店太无聊了 我这辈子第一次去夜店的时候 黑不隆通的 然后过道里 座位上全是人 然后所有人都在这儿 我心想 这就是夜店吗 你这不是关了灯的一号 现在早高峰吗 我最不喜欢的是什么 夜店里很多人 在抽那个电子烟 我还想现在很多人 都在抽电子烟对吧 而且因为它很方便 所以有的人 可以在室内抽这个 他们在偷偷抽电子烟 那样子太好笑了 他们先把这个烟卡在这儿 是吧 然后放在这儿 然后这样 眼睛瞪里 突然开始冒气了 而且你知道 那个眼神往往就特别自信 你知道吗 就好像在跟你说 看见没有 老子 会冒烟 有一回有在一个餐厅 那个人你知道吗 他就大摇大摆地在抽 然后人家服务员过来了 说不好意思 先生这里不可以抽烟 那个人说 哦 我这是电子烟 他那口气很轻蔑 好像说你脱脑帽 不懂高科技一样的 我要是那个服务员 我上去就打他一拳 然后他说 哎 你不可以打人呀 我说我没打人 我这是量子力学 而且 而且那玩意儿 一点也不酷呀 我真的不明白 他酷在哪里 他在我心里的形象 还不如那些传统烟 至少比如说 一些电影里面的形象 桥段嘛 教父那样的 对吧 雕个大雪茄 然后 我还没有打人 你至少感觉 这是一个老大 对吧 但是你们想象一下 如果教父抽电子烟的话 啊 这玩意儿这么长 这么扁 塑料质感 含在嘴里 跟叼了个U盘似的 你还觉得 你还觉得 他是Godfather吗 你会觉得 Godfather得了阿斯海门了吧 你都不想尊重他 你都想哄着他 来来来 老爷子老爷子 把嘴里面的U盘拿出来 对对对 不能吃 不能吃呢 老头留的哈喇子呢 我的烟蛋漏油了 谢谢大家 我是蒙恩 喜欢能力的朋友 不要忘记这张投票 三 二 一 请投票 这个回北京 找状态是管用啊 找回来了 你的幽默回来了 我这幽默本来 留着后面用的 结果发现 差点用不上 徐老 预测一下 他不让我说 多惯了 你预测一下 他最后什么成绩 我觉得就是 上一季的时候 蒙恩好像还是 完全是新人 是吧 算是新人吧 就蒙恩现在就跟 那些老的 这个投球选手一样 到了一个 就是说 要去面对那种创作 要每次 要有新的那个段子 怎么样能组合 放在一块 面对这种压力 我觉得他的表演 其实已经很成熟了 就整个表演 它是一气呵成那样下来 而且你知道 他下了功夫在这个里面 对 蒙恩老师这一季 感觉特别的焦躁 特别颓 你说好了 你现在也不开心 是不是 没有 就是其实 开心肯定是开心的 但是只不过这是 一路 主要是相比于去年吧 去年确实自己 作为新人很顺 就像那种感觉 新手手撞那种感觉 然后今年感觉 是自己真正的 碰见了一个那种 新秀墙也好 或者什么样的也好 就是这个东西 第二年才会让你 感受到它的压力 今年压力大一点 我就不预测了 咱就直接来看票 全部的拍灯 十票 加上现场观众 来看一样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他不光段子精彩 他整个人也非常精彩 就他在讲说 我就要做男人的叛徒之后 我虽然在备战 但我就是非常的开心 希望把我的反应 剪进他的卡段里 传播一下 很明显 他就是带着一股 非常大的劲儿来 所以他整个的舞台表演 情绪非常的充沛 就向大家证明 他这个复活是值得的 我们找回一个自己的状态 他就是身心在这 劲儿在这的时候都对 他一开口说话 你就知道没事了 就是他那个状态的转合来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小家 今天聊的是糖尔卷 很多人从找工作便室 就开始卷了 我第一次去参加便室的时候 和三个人坐在那个便室 等下去 他们都很照顾我 东西掉了就帮我捡 我觉得好温暖啊 后来才知道他们把我当成公司的第一道考验 中文测试人性的 但自从入职效果之后 就没有这个环绕 大家都会开我玩笑 那天有个演员给我发微信 他说我们家猫最近腿受伤了 走路好像你有 他说这种话不能在台上说 会被网报 我说你咋知道台下就不会 蛤 几蛋 他也不怕 我还回了他 我说你这样讲我好难受啊 然后很开心的把聊天记录截图了 我是一个对工作特别准的人 但最近很想摆烂 因为公司的宣传部门 让我拍一些美好生活的Blog视频 他说要让大家觉得我很凉光 我说怎么 我的Blog是天气播报吗 我是小家今天很凉光 而且要天天拍 天天阳光 今年天气这么热 该不会就是我太阳光了吧 真的 现在效果实行一个OKR考核制度 美好生活就是我的OKR 没有完成要被扣工资 扣完工资还要营造美好生活 怎么营造 我是小家 昨天被扣工资了 我好开心啊 而且很多东西 一到镜头面前就变得特别设计 我单纯起床微笑 我单纯起床微笑 深喊掉就拍了26次 你想想 谁起床会微笑啊 闹钟一响你就笑 多恐怖啊 一般人也不会端着咖啡 在办公室窗户变田欣赏风景 看什么 你乱移动偶的空调外机吗 他们说全职比多个博主 都是这样拍的 我说但不然他们找个班上 你就不能拍一些 我的真实生活吗 一个邋遢小家 穷困潦倒 正在上传一段聊天记录 但是有时候该卷的时候 却没机会卷 虽然我的很多演员同事们 都接到了所谓的商务广告 但我一个都没有 我就去找了领导 领导说你有社会价值 不可衡量的那种 我说那我也想被衡量衡量 上次去录一档节目 然后节目主给其他嘉宾 拍那个喝能量饮料画面 我都惨死了 他们能喝我就不能喝吗 我的人生没有比那一刻 更需要能量啊 我朋友还安慰我说 但你录节目也挣到钱 我说我不但要挣钱 我还要挣能量 其实很多品牌王不敢找我 是怕消费我 但他们不消费我 我拿什么消费啊 我觉得品牌王大可不必有这种顾虑 没有人会因为小家给什么婚纱旅拍做广告 从此就不结婚了吧 大家该去哪拍还去哪拍 拍完该离婚还是会离婚 我至少不会撒谎对吧 短时间内不会 都说我天天阳光啊 为什么不给我个什么太阳能的广告 对吧 地球人类是一家节能减排 靠小家 我其实就是想证明自己有这个能力 我跟公司说我可以不要钱 公司说你都不要钱 那自胜广志他们怎么好意思呀 最后呢 我希望甲方爸爸能够给我一个卷的机会 我平滑努力 性格细腻还不挑剔 如果这都不行 我就 我就躺下给你看 谢谢各位 各位好 我小家 前阵子我一个电影学院的朋友 让我去拍一部励志片 我是男主角 哇 他讲的是一个体弱都病男孩的成长故事 这个故事的结局呢 是男孩开了个公司 娶了个心爱的姑娘 太郁智了 他从来没想过先给自己看病 关键这种剧情我妈特别爱看 看到人来又说学学人家这么严重还这么坚强 我说我是不够坚强还是不够严重 她的毛豆太可怕了 因为是个年代戏所以会有个角色来演我的小时候 然后这个角色呢是变向全社会征集的 有一天我跟我朋友 在一个小房间 看二十多个小孩模仿我的视频 好笑又尴尬 有个小孩甚至是这样啊 啊 好 我说我在这个小孩的阵子里会不会太严重啊 我朋友说救他了 我说我爱爱你啊 这个小孩跟我朝夕相处了半个月 他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学我 我每天看到他逐渐的丧心病狂 他学完我还要我夸他 哥哥你觉得我学语学得怎么样 我恍惚惚惚有一种被四岁小孩霸凌的感觉 后来呢因为金慧有限不拍了 然后我本来还挺难过的 但仔细想一想 最难过的是那个小孩 他模仿我半个月了 他会不会恢复不了呀 我真的我到现在都特别害怕被当成是弱势群体 我上次在机场正常排队过完节 有个工作人员过来 他说你跟我走 我吓死了 然后把我带到了老幼蝉长通道 他说去那排 我很生气 因为刚刚明明在那已经快排到了 我前面是一个孕户 后面是一个小孩 那个孕户还在看我到底哪里有问题 没办法 我只能 他说 他说要不你排我前面吧 但某些时刻你会不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带入到弱势群体这个身份 我上次在上海骑共享单车被交警拦下来了 然后他说是寄了机场车被交警拦下来了 我说我第一次来 他说给你开个罚单吧 我就觉得他看我这样他会同情我 我 我在等 等他说算了 结果他让我在华单上签字 我就觉得是我表现得不够明显 我天日的手就开始变得颤颤兜兜 他其实给过我台阶的 他说你来上海是来旅游的还是来出差的 这时候如果你狗一点 你就说来看病的 但我骨子也诚实说来旅游的 来旅游那你有钱吗 就是他给我的第二个台阶 我说没钱怎么利用 我觉得所有群体都不止一种可能性 我跟我朋友说我特别想演那种 警匪偏离绑架别人的人 他说 哼 怎么绑架 你做的最好的绑架就是大的绑架 你跟那个人是说你别动 你再动我就绑不上了 但是我自己觉得我自身很强大 我觉得我这辈子永远不会道德绑架别人 但我也不会被生活所绑架 谢谢各位 大家好 我是沃兰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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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到这个时候我们还剩十个人 我有点不想比了 因为根据我之前看过那些综艺啊 十个人是可以成团了 成团不好 而且你看以我们这些人的长相 对吧 这个姿色 建国啊 我啊 那个团名我都想好了 我们就叫美团 后来他会跟我说 建国和你 那能叫美团吗 那得叫饿了吗 我们说题目 我们这期题目叫 请别遗憾离场 真的 我还一开始问导演组 我说这是张不阳给我们出的题目吗 真的 这个题目挺残忍的 而且 我经常会嘛 我一个老演员出来 现在动不动就说 你作为一个老演员怎么怎么样子 你们可能想象到吗 我是一个从开始到现在 才说了三年的脱衣秀演员 现在已经给我扣成了OG的帽子 你们见过一个三岁多的小OG吗 然后遗憾 我真的觉得遗憾挺好的 就相比你啥都留不下来 你至少还留下了遗憾嘛 我之前在美国读书 一次考试 期中考试 满分一百分 我考了五分 我不是不遗憾 是我看着我那个卷子 我不知道从哪开始遗憾 我办第一 91分 就他比我遗憾多了 他看那个卷子 他就觉得说 哎呀 这一道题我要做对了 我就满分了 我就看着我那个卷子 就觉得哎呀 好险啊 我这道题做错了 我就零分了 而且他考的 人家考91分 都觉得自己不够努力 我考了五分 我觉得自己有点过于努力了 你们能理解吗 就是达了两个多小时 最后得了五分 教授说交卷的时候 我还在那写呢 后来同学们嘲讽我 说我这用尽了权力 才让考出的成绩 显得毫不费力 年轻人的遗憾 其实大部分就两个嘛 一个是感情 另外一个就是高考 而且高考跟感情 其实很相似 都是一开始信誓旦旦 到后面就只能服从调剂了 而且感情 张安玲说 对 感情遗憾在所难免 每个人心中 有一个朱砂质 有一个白月光 和朱砂质在一起 心里就想着那个白月光 但有的人不只想着白月光 还想着什么 蓝宝石 黑松露 红土江 绿剧 真的 除了感情 另外一个遗憾就是高考 其实高考的 考不好 其实难过就两个月 因为很快就发现 在哪儿玩不是玩的 大学分 985 211 那网吧是连锁的呀 只是你会在人生当中 接下来会说一些 没出息的话 什么 哎呀 要是我当初什么 要是我当初好好学英语 要是你当初好好学英语 你就知道这句话 在英语里面叫做虚拟语气 外国人听不懂真假 还用过去识 表示虚拟语气 不像我们中国人 只要你听到什么 我不是跟你吹 你就知道后面 全是虚拟语气 这些是很顶的 你一定好奇 怎么就从遗憾 聊到老外 聊到虚拟语气 不是我跟你吹 想学英语 从小就得上 512 Talk 我当年高考也是失败的 现在我不遗憾 但我是失败的 我失败到什么程度 就是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 我跟我妈在登黄山 我妈非要提前问那个成绩 我说你别问 她非要问 问完之后 我说我妈考怎么样 她说你把那个栏杆扶扶好 我说妈你还怕我跳下去吗 她说怕忍不住把你推下去 后来我妈说 假期多读点书 送了一本余华的活着 对吧 我不知道你们 反正我现在还在做这种 做梦又去参加高考 这种噩梦 我现在大概以每个月一次频率 还在做这种梦 我快成月考了 真的就做这种梦 去了之后摩擦力摩擦力 不会 40 bull 刚开始的时候特别害怕 跟我爸说 爸做梦去参加高考 那股是这么写啥也不会 爸说你都还算好的了 前两天我做梦 做文都没写 他高考毕业都四十多年了 后来我跟我爸说 爸 这高考真的是咱们能梦鬼啊 他说那天梦演 但实话实说 就我能这样说出遗憾还挺好的 你看马云就已经不能像我这样的说 后悔自己高考没考好 因为你听着不像遗憾 像在炫耀 而且他成功之后越来越难有遗憾 难有快乐 你看我们努力工作赚钱 买一个随心飞开开心心 对于马云看来 有什么飞机不随心吗 真的 我觉得他深夜的时候 他也会想到 哎呀 我从什么时候开始 体会不到遗憾和快乐呢 然后慢慢想明白 最后说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 就是创立了阿里巴巴 最后我就想说 遗憾没啥 要是人生真的没有什么遗憾 那才是真的遗憾 对吧 谢谢大家 我是霍兰星 要不我就直接讲王建国吧 大家好 我是李悦勤 非常感谢你们 今天能来见证我的淘汰 其实上一场 我就感觉我要淘汰了 当时我在台上 一顿乱喷 从导演到演员到李淡 挨个喷一遍 像缺心眼似的 完了我还进集了 进完集 今天让我讲遗憾 我现在最大的遗憾 就是人得罪完了 比赛还没有结束 真好 节奏好 就起来了 我就不明白 你说半决赛了 为啥让我们讲遗憾呢 你让那淘汰的40个人 上来讲啊 我遗憾啥呀 大家好 我李悦勤 我一不小心进前十了 不可太遗憾了 我实在不知道讲啥了 我就去问我妈了 我说妈 你这辈子 到现在有啥遗憾吗 我妈一下就慌了 是我体检结果出来了吗 你说实话吧 我能挺住 我妈这个人吧 特别在意自己的身体 有一回 她把腰摔断了 她就觉得自己要死 然后她就把我家 所有银行卡密码 全给我了 三个月之后 她出院了 出院后 第一件事 坐着轮椅上银行 把密码改了 我说你至于吧 你自己亲闺女 你房成这样 我妈说怎么不至于 你老的钱就这么没的 之前 我在北京 过得确实不太太好 我妈也不知道 在哪个骗人的公众号上 看见你 跟我说 闺女 宇宙是有尽头的 生命的起点 就是终点 我说你现在 都到这个层次了吗 爱因斯坦 都不敢说死的事 你就给盯了 我妈说 哎呀你没听懂啊 你思考 生命的起点 就是终点 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说什么意思 她说还什么意思 那意思就是 困难不好 你就回老家得了 我家是铁岭的嘛 从那以后啊 我失恋了 妈说回铁岭吧 工作黄了 回铁岭吧 微博掉粉了 回铁岭吧 爱因斯坦怎么想的 根本就不重要 在我妈眼里 宇宙的尽头就是铁岭 到网建国了 还没讲了一番 我和网建国的事 你们也都知道了 我妈也知道了 我妈还听说 王建国是盘景人 就问我 你说宇宙的尽头 有没有可能是盘景人 我说妈 那宇宙的尽头 必须得在东北呗 那爱因斯坦 唱二人传出神的嘛 我妈说那咋的 咱东北多好啊 地大物优伯 还有网建国 爱因斯坦 肯定是没有想到 他去世65年之后 在神秘东方的 辽北黑土地上 有我妈这样一个 红颜知己 把他一辈子 都没想清楚的问题 解决了 其实今年啊 我真的离开北京 回铁岭了 很多人知道了之后 特别的惊讶 跟你们差不多 那个表情 就仿佛这个事 不是我从北京 回到了铁岭 是我本来 马上就跟 吴亦凡结婚了 突然决定 跟王建国私奔 那追着 撵着就问我呀 离开了北京 你不遗憾吗 说得像我曾经 得到过北京一样 对北京来说 我连个备胎都不是 我为他奋斗 为他攒钱 为他付出青春 我走的时候 我还跟他说 再见了 他也说 你谁呀 我回铁岭 居然还有人嘲笑我 你回去干啥呀 铁岭连个地铁都没有 你说一个破地铁 有什么好自豪的呀 北京好 大环线 上下板 左一圈 右一圈 日复一日 圈复一圈 宇宙都有尽头 北京地铁没有 太厉害了 更过分的是 还有一群人 我在北京的时候 他说 北京不好 压力大 我离开北京了 又说 北京多好 机会多 我就感觉 就这些人 他们活着 唯一的目的 就是告诉我 生而为人 你很遗憾 很多人吧 都觉得 只有在北京 才能实现 他们的梦想 今天我就冒昧地 问一下 你们的梦想 是举办奥运会吗 反正我的梦想 铁岭就能实现 我就想要锅包肉 熏鸡架 铁锅炖蛋鹅 所以 所以 你们真的不用 再为我感到遗憾了 你有你的选择 而我 选择王健国 别来压惹 这些 怎么安定也是我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下来呀 下来呀 牵着这手 牵着学琴的手 嗨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王棉 你们好 你们好 聊遗憾是吧 其实每个人生 都有点遗憾 我刚看到这个选题的时候 跟我妈聊了一下 我妈说 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就是生我生得有点早 就如果我能 晚出生几年 她就能给我提供 更好的生活 因为我刚出生的时候 市场上还没有 来自新西兰 营养满满的 蓝河米洋奶子 天然乳干是牛奶的1.5倍 我早喝着不至于这么矮 好了 聊正事了 今天主题是遗憾 其实人生中很多遗憾 就是因为你做了一个 错误的选择 然后你会为此难过 后悔很久很久 如果可以重新来过 你会怎么选 如果可以让你重新来过 你会怎么选择 你还会嫁给他吗 还会背景理想吗 这一生最让你后悔的 是哪一个选择 如果你问我 那我就会说 我昨天 我就不敢去那家里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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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毁了一个美少年 我就不敢去冒这个闲 就因为心电筹宾便宜点 是不是人生就无法避免 增上几个错误的理发点 当然人生中还有很多 更值得我遗憾的事 如果可以让你重新来过 你会怎么选择 你还会错过他吗 还会选择放手吗 如果我当时又挽留我的前女友 亲爱的别走好吗 我们就不会分手了 但他现在也会离开我 因为我昨天去了那家里发电 我就不敢去那家里发电 我只说了一句短一点 他就吹掉了我的美人肩 他还有脸让我办会员 让我下次再来找他见 我前女友昨天约我见面 我就说相见 不如怀念 如果可以让你重新来过 你会怎么选择 还会坚持这份工作吗 哪怕有人质疑你 你会不会选择我 你是否也感到后悔过 把爱好变成工作 是不是小时候给奶奶梳头 奶奶夸你梳得真不错 我现在真的不想做透口秀了 我想去你们店做发行总监 我就有权利开除店员 你猜猜我想开哪个店员 他们就在前面记载眼前 你不知无所不该来这家里发电 你也不该来这家里发电 人生总是有很多 我让你后悔的选择 眼泪流干了 也回不去了 恐怕总归有一天 还是会长回来的 有些遗憾 却是一辈子的 你说你如果没坚持梦想 不会负债累累 如今还在漂泊 你说你应该多陪陪父母的 你说你后悔离开家了 你说你 我说大哥你快别说了 你激动的手都抖了 我就不该跟你发誓聊天 我就不该跟你发誓聊天 我只问了一句你干了几年 他就一边哭哭 一边给我钱 好 谢谢 恭喜王建国 杨立 杨文 忽兰 王勉 李雪芹 会是总决赛 那么恭喜六位晋级总决赛的同时 也要恭喜颜艳月 何管志 周清末 庞博 分别获得了2020年度 脱口秀演员排行榜的1987 恭喜 年度十奖 年度十奖 关于遗憾 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发送到公众号 知春路可不这么想 一起交流 然后刚刚也提过了 周老板的线下演出 其实所有人的 我们所有演员的线下演出 大家想看的话 关注效果小程序 后面还有彩蛋 不要走开 本集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 再见 谢谢 当然 好的 好嘞